來先講青黃 如果先不論侯友宜回應學生的這些內容 光是這場活動就很奇怪 既然去台大座談 奇怪 為什麼點的不是台大的學生 對 重點講到重點 這一場活動真的是創紀錄 為什麼叫創紀錄 我第一次看到台灣史上有總統候選人 到校園的座談會裡面 要安排這個保姆的 好 這個讓大家覺得非常訝異 為什麼叫安排保姆呢 甚至在這一場活動之後 還有人傳出了說 乾脆侯友宜的副手 直接找陳以信搭檔好了 來個侯姓配好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很簡單 在這場活動裡面 你可以發現陳以信的角色 竟然出乎意料之外的 跟侯友宜比起來 在講話的時間 搞不好快歌侯友宜不相上下 為什麼這樣講呢 來 各位可以看一下 這場活動裡面 我們發現說陳以信 你知道光是在這場台大活動裡面 寫下幾個記錄 第一個 這個主持人 因為陳以信是主持人 整個QA我幫他算了一下 總長度是78分鐘 你知道陳以信自我介紹 占幾分鐘嗎 78分鐘的侯友宜 面對台大學生的QA裡面 陳以信自我介紹 占了4分鐘 再加他做結論2分鐘 他一個人光是頭 根本也就吃掉6分鐘的時間 更不用說在過程裡面 陳以信好多段 他扮演什麼角色呢 除了扮演侯友宜的保姆之外 他還兼所謂的中翻中的角色 各位 什麼叫中翻中 叫做中文翻譯成中文 陳以信深怕台下的學生 聽不懂侯友宜到底在講什麼 所以陳以信呢 每當侯友宜呢 聽完學生的問題之後呢 他要幫學生呢 再翻譯一次給這個侯友宜聽 然後呢 翻譯給侯友宜聽了之後呢 侯友宜沒有想到的部分 再提醒侯友宜記得要回答學生的問題 中將你去想想看 賴清德到台大去 柯文哲到台大去 你有看過他在旁邊有一個主持人 幫柯文哲跟賴清德兩個人中翻中的嗎 沒有嘛 所以陳以信扮演的角色就受到大家質疑說 奇怪了 侯友宜是聽不懂中文嗎 需要有一個陳以信來幫忙中翻中嗎 這是第一個創紀錄的部分 第二個 陳以信在裡面呢 跟扮演保姆的角色一樣啊 為什麼呢 當同學問了尖銳的時候呢 陳以信還要說 同學你講的話很有次喔 然後當同學講的話呢 侯友宜看起來回答不出來的時候呢 那這個陳以信呢 還要跟這個底下同學說 我們不是來辯論的 我們不是來辯論的 你知道在什麼畫面嗎 就是有學生問到他說 侯友宜 如果你選輸了 你要不要辭職來負責 這個問題侯友宜竟然沒辦法直接回答 然後搞到陳以信還要幫侯友宜護航說 同學我們不是來辯論的 而且呢 這個不能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沒有人一開始就想選輸的 同學只是問你要辭不辭就這麼簡單 Yes or No 你Yes or No 沒辦法回答 你去告訴他說 我這個我們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這看起來太明顯的護航 請問這不叫保姆 什麼叫保姆 這是大家第二個我覺得創紀錄部分 第三個呢 他其實也被大家什麼的 被人家其實底下創下在下面 學生抗議的紀錄 什麼意思呢 來 你有在賴清德到台大去的時候 你有在柯文哲到台大去的時候 看過這個場面嗎 學生呢 竟然在說 你知道提問都沒點到台大的人 哇這個同學很生氣喔 這個同學直接問說 你為什麼都沒點到台大的人 那當然事後啊 侯爾宜辦公室有出來告訴大家說 沒有我們明明每一趴都點到台大的 可是中將 你知道這次辦在台大 面對學生的座談會喔 結果呢 來我們統計了一下 前後有幾個學生提問 有15個學生提問 你知道台大占多少嗎 台大的比例呢 只有占6個而已 有9個人都不是台大的學生 照理說去台大 你至少台大學應該過半吧 甚至到10位我覺得也不為過 對而且照理說理論上 我大家想看到是台大學生跟總統候選人之間 彼此的這個一問一答 一問一答的狀況 結果呢台大學生呢只占其中6個 其他9個都不是台大學生 而且我統計了一下裡面還有兩個是高中生 然後甚至還有一個 自稱是投過侯友宜的三重市市民 請問一下這個名單裸列出來 為什麼這個經過審核之後會這麼奇特的狀況呢 這是大家要問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來你看這一場活動裡面 充滿著對侯友宜的保護啊 什麼叫充滿對侯友宜的保護呢 你有看過賴清德跟柯文哲到台大去的時候 要先審核學生的名單了嗎 侯友宜聽起來好像很合理的理由是說 這是維安的考量 因為他是總統候選人 但我就想問了 那柯文哲跟賴清德為什麼沒有比照辦理 人家也沒這樣做 人家也沒有出現維安上的問題啊 那為什麼來你看這個SOP 事前先審核學生的資格 然後舉行當中的時候呢 陳以信幫忙做護航 然後呢在現場在問學生有問題的時候呢 陳以信還要在幫忙在做接球 然後學生問的問題 陳以信還要幫忙做翻譯 所以你看今天連國民黨立法委員 真名中都看不下去 他就說陳以信的話真的太多了 所以到底是陳以信要選總統 還是侯友宜要選總統 還是乾脆如網友所說的 你們乾脆侯姓配好了 這就是大家心裡的疑問 所以你看事前侯友宜跟大家怎麼說的 侯友宜跟大家說 我這次面對學生我會直球對決 我會正面去回答學生的每一個問題 這是侯友宜講的話喔 所以你看這有個漫畫家呢 他就直接哭手畫了這個漫畫 什麼意思呢 來侯友宜說對學生他要直球對決 然後呢台大的學生也說 侯你要直球對決嗎 打一個問號 下面這張圖呢 你看結果呢發現直球對決 原來還有前面有個代打在前面啦 所以前面這個代打呢 原來侯友宜帶著保姆帶著代打 到台大去參加這場座談會才是事實的真相 所以請問一下這算是直球對決嗎 如果這是直球對決的話 請問賴清德跟柯文哲那一場是算什麼 那叫超直球對決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大家在看了這一場座談會的時候 覺得侯友宜在這裡面 到底你是有心還是沒有心要面對學生 而且面對學生在詢問他的問題呢 坦白說他有很多部分也是回答的荒腔走板 比如說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來 最後講講這個東西你看 學生在問他美中台的東西說 你迴避九二共識 那你跟中國對話框架是什麼 然後呢也有學生 這個斯大副中學生問他說 魏耀岸 這個你的新北市政府團隊亂成一鍋粥 亂成一鍋粥 然後呢你還能夠從容不迫的繼續選總統 請問如果你連400萬的新北市 你都顧不好了 那你要怎麼說服 2300萬的台灣人 你能夠領導一個國家呢 那你知道他怎麼回答的嗎 我覺得很經典在這裡你看 中美台的關係在這一次台灣領導人 我們中華民國總統選舉裡面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一定會按照中華民國憲法 讓我們兩岸能夠穩定下來 這個穩定一定是從對話跟交流好好去做的 我是第一個公安到大陸去開始跟大陸接觸 然後鼻啪練一大堆 然後我請問你 你要回答學生的方法在哪裡 沒有聽到啊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對學生來講 你還是在閃躲問題 而且你還是處於問A答B的模式 所以呢 後遺這場補考呢 有人說他是從40分進步到55分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對這些學生來講 可能還是不及格的一場補考 是